热气球五颜六色 造型缤纷 点缀在台东朗朗晴空上 形成一幅 最美风景 清晨天才刚亮 陆野高台就已经涌入大批民众 都是为了看到热气球升空这一幕 只是最近却被民众拍下 陆野高台有人竟然用货车来当起接驳车 一辆蓝色小货车 后车斗 栏杆 整排围起 但里面在的不是货物 而是一大群人排排站 几成一团 网友惊呼po文 这难道是台东路野热气球活动的接驳车吗 其他人也纷纷表示这也太有趣了 还有人说这是在载猪吗 虽然网友都在开玩笑 但其实这样载人很危险 警方在此呼吁 自小货车不得载人 以免发生危险 而四颗热气球漂浮在湛蓝天空 和翠绿的山栏间租成一幅最美风景 也因此每年这个时候大批观光客涌入 只是载货用的货车来载人 许多人还是第一次看见 没有没有 不会载啊 没有在做这个事情 好可怕哦 这不是在租的吗 对啊 这也太夸张了吧 这应该不合法吧 这有点恐怖耶 你们会做吗 不会 这张照片在网络疯传后 载客司机也出面含冤 他说6月29日原本下班回家 正巧经过路野高台 因为接驳车迟迟没来 许多游客就卡在山上 出于好心 他才会答应载人下山 没想到却因此爆红 还被警察罚了三千块 也让他表示 下次再也不敢了 记得徐璐洋芝玉 台东报道